司机,我就到这里,需要多少钱? 32块金条 果然超级贵啊 那是当然,除了我谁还跑这么远啊 那好吧,给你32块 下次如果还需要你的话,你记得快点过来 你放心吧,只要有金条,去哪儿都不是事 走得还真快啊,我回家了,都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过儿子了 这次又提前通知他们就回来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惊喜呢 开门,我回来了 是谁啊 当然是你老爸我啊,快点开门吧 真的是你啊,老爸 惊喜吗 很开心 媳妇,我回来了 太好了,我今天刚好准备了很多的菜 等一下你多吃点,没问题 谁在这个时候来电话啊 塔里克,有什么事情吗 发生大事了,你快点回村庄吧 啊,我才刚到家怎么又要回去啊 反正村庄里现在已经通缉你了,说你在村子里伤害了别人 不可能啊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前面一直都在车上,现在才刚刚到家 怎么可能伤害到别人啊 那就是有人冒充你,反正有人亲眼看到你伤害人了 那行吧,我马上就回来了 媳妇,我有急事要回一趟村子里 你这不是才刚回来吗,又有什么事情啊 嗯,就要走吗 嗯,没办法,有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解决 我走了,拜拜 先叫一辆车吧 我来了 我靠,还真是快啊 快点带我回村子吧 没有问题,上车吧 要开快点 还真是快啊 还是32块金条 好的,给你 现在村子里是怎么回事 怎么全部都是警察啊 看来是真的出事性了 不要动,你是谁 是我啊,塔里克 你难道不认识我了 哼,我和蜘蛛侠刚刚通了电话 他说他在家里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到这里来了 你肯定就是冒充的 就是我啊 跟你开玩笑的啊 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 我已经大概的知道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了 太靠谱了,兄弟 你先把我给你头套戴上 哇,果然看不出来了 你按照我给你的位置去吧 我就在这里等你了 行吧,那我先过去了 这么多的警察好紧张啊 一定要把冒充我干坏事的人抓起来 墙上都是通缉我的照片 实在是太冤枉了 塔里克说他用机器 查到了图书馆的地下有很大的空间 让我们找一下开关吧 随便一点就打开了 我运气太好了 把头套摘下来 看里面的人会不会误会什么 好了,我们进去吧 这么快就回来了 果然以为我是他们自己人 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人啊 先全部解决掉吧 他们都太爱事了 玻璃罩里面全部都是长得跟我一样的人 不会都是克隆人吧 这里面还有一个人 嘿,你转过身来 居然敢闯进来 我要干掉你 看来他的脑子不太聪明的样子啊 没看到我手上有枪吗 还是先干掉他吧 一枪就撂倒了 这里面还有一颗原子弹和一颗核弹 他们不会是想破坏这个村庄 然后彻底把罪名嫁祸给我吧 实在是太可恶了 还好他立刻提前发现了这件事情 要不然的话 我就真的要在不知不觉中 获得一个天大的冤枉了 回去以后一定得好好地感谢他一下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评论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Goodbye